好久没去八重堂逛逛了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新书 上次和尹一起读的那本书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哎呀 这有什么难决定的 说到愿望 那当然就是 获得一大笔摩拉 可是下周就要考试了 这次再考不过 我就真玩完了 我还是求自己顺利过关吧 考试算什么 你信我 没有什么是一大笔摩拉解决不了的 如果一笔解决不了 那就两笔 他们在说什么呀 气氛这么热烈 哎 不会吧 你们还不知道吗 只要在午夜时分 光脚站在土地上 低头念诵特殊的咒语 就能实现心中的愿望 看来你们是真的不知道啊 这可是最近最灵验的许愿办法 包你心想事成 许愿 心想事成 就是就是 就算是派蒙 也很难相信世界上能有这种好事 过去我也不信 不过最近 这种好事就发生在我身边了 我认识一个叫邦燕的小子 成天不务正义 欠了不少钱 结果呢 几天不见 就穿得人不人样 还在高级饭馆里吃香喝辣了 这可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就是用了这种许愿的办法 第二天醒来就发现 床上堆满了摩拉 堆 堆 堆满了摩拉 当然 我觉得在摩拉堆里 醒来这种事 还是有点夸张了吧 但不管信不信 许愿的方法又不复杂 碰碰运气也应该没什么坏处吧 不信你们可以打听打听 最近像这种活生生的栗子 可不少呢 真的吗 要不我们也在附近打听一下吧 毕竟如果真有这种好事的话 摩拉 不 你寻找亲人的愿望 也能实现了呀 走吧走吧 仔细一看 城里还真是有挺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的 咦 你看那边的两个人 我记得他们是八重堂的编辑和作者来着 念念不息 如 如月黄黄 目清于耳 听我 什么来着 听我愿赵 不对不对 不是听我愿赵 是领我赵愿 哎 这得背到什么时候啊 喂 你们在做什么呀 哎呦 我的妈呀 吓我一跳 刚才咒语背到哪里来着 咒语 难道说你们是在试最新流行的那种许愿方法 啊 准确地说是顺吉在试 如你们所见 顺吉最近的创作遇到了瓶颈 我正在帮他通过许愿攻克难关 我当然不信啊 不过顺吉向来不听人说话 可我能怎么办 也只能奉陪了 阿茂先生 拜托你能不能配合我一点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想要变美的 报复的 学艺有成的 各种各样的人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作家 只想突破瓶颈 我的愿望很过分吗 而且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次的办法肯定能成 可你之前不是才去明神大射求个千 说什么 直觉告诉我 马上就会有灵感吗 去神射求御守开运这种 见效太慢了呀 哎 行了行了 你还是赶快帮我背咒语吧 这次的星座全靠他了 唉 要我说 你需要的只是坐下来 弄清楚自己到底想写个什么故事 你刚出道的时候 不是特别心高气傲吗 结果现在 连一本来路不明的清小说上 教的办法都信 什么 这个许愿办法是清小说上写的 哎 对 确实是来自一本叫做 真实探灵笔记的清小说 不 这本书应该是自非堪印的 可以说是突然出现并风靡到期 身为同行 我就不谈这本书故事怎么样了 但大家都说 上面写的许愿咒语可是货真价实的 顺机 虽然大家都说咒语灵验 可我也听说过不少别的传闻 用这种办法实现了愿望的人 行为举止都会变得怪异起来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肯定是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啊 莫安 听下来感觉事情有点可疑 要不我们去明神大社问一问八重神子吧 无论是清小说还是怪谈 他都比较了解 神子 太好了 你在神社里 哎呀 小家伙 你怎么来了 刚好我这里有本有趣的小说 可以推荐给你看看 哦 你们想问我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才 呃 神子 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忙 不忙不忙 没什么大事 八重公司大人 这 您怎么能说不是什么大事呢 求求您了 请您务必救救我哥哥 其实真不算什么大事 但你们既然好奇 就让他再跟你们讲一遍好了 两位 看来你们与公司大人交情不浅 请你们一定帮我在公司大人面前美言几句 请他出面救救我哥哥 事情是这样的 我叫加藤杨平 我哥哥姓悟一心想成为剑道家 曾拜明尽止水流的宗家土门为师 可土门却瞧不上我哥哥 说他不是炼剑的料 我哥哥心中不平 每日勤学苦练 终于在不久前击败了土门的爱徒 证明了自己 可从那之后 他就突然变得举止怪异 像变了个人 医生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我想 这一定是有了邪碎 就来找公司大人帮忙 哇 哪有那么多邪碎 你哥哥失去了一直以来的目标 会有点失落也是人之常情了 要我说 就算不管他 过上几天也自然就好了 不公司大人 如果你进来他就会知道 那绝对不是失落的状态啊 唉 好吧好吧 那你说说 你哥哥是什么时候跟土门的弟子比试的 大概 五天前吧 嗯 嗯 五天前啊 公司大人 所以 太经持续怪异的状态很久了 我真的很担心 我和哥哥最大的愿望 就是有朝一日 能像土门那样开宗立派 我们的梦想 可绝不能在这个时候出岔子呀 等等 我都有点糊涂了 你到底是要救哥哥 还是要实现梦想开宗立派啊 这 这不是一回事吗 哦 对了 最近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有趣的传闻 可以跟我说说 是什么传闻 我我没听说过 哎呀 那可真遗憾 公司大人 您就别再拆开话题了 任命关天的事 还请您务必出手相助 神子 他的声音都在发抖了 他哥哥的情况好像很严重 你就帮帮他吧 哎 好吧 那就这么决定了 神子 你答应帮他了吗 哦 那个加藤什么瓶来着 这两位客人与我交情不浅 其实他们正是解决各种怪事的专家 驱邪什么的 当然也不在话下 哎 哎 这 这 真的吗 你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迟疑啊 怎么 你来求我帮忙 我推荐了人选 你却不肯相信 相信 公司大人既然说了 我当然相信 多谢二位相救 请二位跟我来 喂喂 神子 等一下 驱邪什么的 这种事情我们完全不会啊 哼 没关系 他既然想驱邪 那你们就只要抓一把言 随便念点什么 然后一口气洒过去就可以了 清小说里经常有这种桥段吧 关键是气势 只要主角这么说 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可是 你们对他的处境这么关心 最后却要推我出来干活 而且 你们来明神大赦也是有求于我吧 难道都不打算表现出点诚意 虽然总觉得哪里不对 但好像又有点道理 行啦 走吧 怕什么 我也会跟你们去一趟的 好吧 那我们就跟着杨萍去找他哥哥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虽说神子的想法一直很难琢磨 可总觉得他对杨萍的事特别不感兴趣 暂时没机会问周瑜许愿的事了 救人要紧 还是等这件事解决后再说吧 奇怪 哥哥前几天 经常会坐在这附近冥想的 今天却不见了 冥想 是的 这也是他战胜土门的弟子后突然有的习惯 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自言自语 管下人的 不过现在博士说这个的时候 你哥哥那种状态 现在到底去了哪啊 嗯 这到底确是个问题 如果找不到你哥哥 就算想去血也做不到嘛 加藤什么瓶 既然这样 你就先去把你哥哥找到 顺便再帮我们弄一把盐来好了 待会儿骑鞋要用 好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 孙子 那我们呢 我们不用帮忙找人吗 不用不用 这段时间 我们就在附近转转 打听一下这对兄弟 说不定 能知道一些有气的事呢 你好大叔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嘉藤兄弟 啊 几位是来催债的吗 杨萍说请你们不用带齐 等收了徒弟之后 很快就能还上 哎 催债 不是不是 您误会了 不过听起来 好像杨萍和杨萍 他们生活很拮据的样子 拮据 哎 那还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对兄弟干什么都没个长性 想一出是一出 咦 但杨萍说他哥哥一心想成为剑道家 还拜土门为师来着 确实有这么回事 土门耐不住信物央求 答应收他为徒 但信物高攀上这么一位厉害的师父 依旧成天偷懒 不好好训练 土门最后忍无可忍 把他逐出门了 可信物却怀恨在心 说土门有眼无珠 还扬言要和他的弟子一决胜负 咦 怎么会这样 有意思 我哥哥心中不平 每日情学苦练 终于在不久前击败了土门的爱徒 证明了自己 这是杨萍说的 情学苦练 笑话 整天躺在那儿骂骂咧咧 那叫情学苦练吗 不过杨萍那小子 确实说过信物打赢了 但我没把这话当回事 你可以问问村口的剑丝 他消息灵通 你好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嘉藤兄弟 哦 你说信物和杨萍啊 对 我们听说信物前一阵子击败了土门的爱徒 这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是真的 你们该不会是听说他们俩要自立门派 过来报名的吧 虽然不是来报名 不过我们想详细了解一下那场比试 那你可问对人了 那场比试我是亲眼看见的 一开始 听说他要挑战明镜止水流 我还是当笑话的 可信物把剑一拔出来 哇 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 那剑术真叫个行云流水 酣畅淋漓 土门的弟子其实实力不弱 但根本不是对手啊 信物真的这么强啊 是啊 得胜之后他还大呼过瘾 说什么好剑法 俺很久没这么畅快过了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我们听说 信物好像最近性情和之前有些差别 应该说是变情快了 之前他经常一整天什么都不干 就躺在那晒太阳 可我昨天看见他帮村长砍树 一下午干完了其他人三天干不完的活 还一脚就把井瓜树给踢倒了 嗯 厉害哦 不过说来奇怪 村长端来豆腐给他吃 他却大叫着 什么东西离安远一点 一下子跑得不见了 公司大人 两位大师 可算找到你们了 我找到哥哥了 他就在瀑布那边 盐盐拿到了 你们快跟我来 虽然还想再听点有趣的东西 但既然人找到了 我们就走吧 这就是杨平的哥哥吗 哇 坐在瀑布里冥想 也太狂野了吧 仔细听听 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什么 哎呀 哈哈哈哈哈 怎样 你 感觉到了吗 有没有感觉到 男子汉的气概 哎 开宗立派 服务前 男子汉大丈夫 志向岐可 这等可笑 你饶了我 饶了我吧 别 别说气概 温度 温度也感觉不到了 我 我不行了 我要死了 杨平 杨平 救我 救救我 你听到了吗 他虽然讲话乱七八糟的 但确实是在求救 嗯 恒人 在此 他从瀑布里站起来 朝这边过来了 别 别过来 救命啊 现在应该怎么办 孙子 你们快想想办法 哎呀呀 真可怜呐 杨平 你兄长的气息 已经很微弱了 他在用最后的力气 拼命的向你呼救 应该怎么办呢 我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呀 依我看 杏武他好像对你有很大的怨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哥哥为什么变成这副样子 你不是应该比谁都清楚吗 哎 杨平 说话前可要好好考虑清楚 这可是事关生死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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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青之人 举止怪异 你应该第一时间就能察觉 可事发五天 你才想起来找我 难道你还觉得可以自圆其说 我 好吧 不肯说实话也没关系 不过 杏武死后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他也会紧紧跟在你的背后 毕竟 是你们把他照出来的嘛 我说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我和哥哥 用咒语许愿了 我们许愿了 对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那个 在半夜默念咒语 就可以实现愿望 我和哥哥按照书上说的 画好了阵法 半夜光脚站在里面 念了咒语之后 阵法周围真的出现了好几团光亮 我哥哥许愿成为剑道家之后 果然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剑道天赋 可是性情也变了 因为我担心哥哥一旦恢复正常 又会对剑术一窍不通 可那样 开宗立派的计划就泡汤了 我们会继续穷下去 我想瞒住这件事 先把道场开起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去名神大赦呢 哥哥他那个样子 万一有传闻 说他是碰了不该碰的邪术 就没人愿意来报名了 我就想 如果是公司大人 说不定既能让哥哥恢复正常 又保留他获得的剑道天赋 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烟痴心妄想了 他展现出的天赋根本不属于他 而是属于他身上的那个亡魂 是是是我们错了 我们该死 好了 现在该你出场了 小家伙 把盐洒过去 只好把剑拔出来吧 我们下来的 然后我们下来 无论 那是 那是什么 有鬼 有鬼 有鬼啊 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招来的东西。现在星雾已经没用了。你看,他笔直地向你走过来了呀。 哈哈,救救我,救…… 轩,轩子,他晕过去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不怎么办?小家伙,你去跟他打一架就好了。 你也是精通武艺之人。来,一绝高下。 他打过来了,小心呀! 哈哈哈,不错,真不错,好进行。俺已经很久没这么痛快过了。 他消失了,而且还一副很满足的样子。呃,我已经有点看不懂了。你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噓,这件事待会儿再说。他们俩要醒了。 咳咳咳咳咳咳。我怎么在这里?杨萍?是你吗?杨萍?哥哥,你没事了吗? 杨萍,我好像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终于不再是一个只会挥剑的废物。还打赢了土门的弟子。我心想,这下我们也能开道场了。但我却发现,我的身体不受我的控制。耳边还有个声音,一直在和我说话。我害怕极了,想把自己的身体夺回来。可却怎么都办不到。 那个声音,还一直在说什么,男子汉的气感。 哥哥,我们之前不该许愿的。我们招出来了鬼怪,是他控制了你。 是啊,如果不是我们出手,你的小名很快就没了。鬼魂接下来就会缠住你弟弟,最终他也会虚弱而死哦。 多谢公司大人,多谢两位大师相救。 行了,带他去休息吧。被附身了这么多天,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之后他会发一次高兽,但不至于丢了性命。 记住,这是代价。想靠歪门鞋套获得不属于你们的力量,会有什么下场?不用我再说了吧。 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多谢公司大人,多谢两位大师。那,我们先告辞了。哥哥,走吧。 神子,如果我们放着他们不管的话,他们两个真的会送命吗? 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你之前还不愿意帮忙啊? 当然送不了命了,不这么吓唬吓唬他们。这两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怎么可能长记性吗? 那负在他身上的? 刚才经历了这么多,你们大概也能感觉到。 负在他身上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鬼魂吧? 啊,我知道了,他一定是鬼族的。 对,就是这样。他虽然负在信物身上,却并没什么恶意。而且好像还在训练信物的胆破呢。 呃,好吧,可信物都被他吓破胆了。 我们刚才对他撒盐,让他暂时与信物的身体分离。 又加上和你斗了一场。就算我们放任不管,过一阵子信物变得虚弱,身体容纳不下他。 只是那样的话,信物和杨平就要多吃一点苦了。 但说不定,比今天我们的温言总听更管用呢。 呃,不管怎么说,人没事就好。 。 好了,这次的事情也算是顺利解决了。走了走了。 等一下,圣子,顺利解决?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难道不是吗? 。 哦,你是说他们学会的咒语是来自这本书啊?我知道它的存在。 其实我们今天去神社找你,正是想问这件事。听说这本书上的咒语现在非常风靡。 人类不像我们妖怪有法力,会对咒语啊灵异啊什么的感兴趣,也很自然。 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啦。这上面写的咒语真的能招来鬼魂之类的东西,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尝试了这个方法。 哎呀,人类的精力有限。就算用降临咒语招来了鬼魂,在他们身上也待不了多长时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了。 可是,写这本书的人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件事将来会不会威胁到大家的安全?你是怎么想的? 对哦,按理说神子对清小说事业不是非常关心的吗?但他却好像对这本书并不想多说的样子。 八重大人,可三找到您了。 黑田,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汇报这个月咱们八重堂的小说肖亮的,数据我已经都分析好了,请您过目。 让我看看,什么?肖亮第一被笔下去了? 对,综合单元肖亮第一,读者最喜爱小说,流行热度榜,可谓是全线失手了,全部都败给了真实太灵笔记。 小家伙,你们回来。 怎么了,神子?你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吓人。 真实太灵笔记,他的火热程度已经全面超过了八重堂的小说。 这件事变得严重起来了。 什么叫这种意义上的严重? 要知道我辛辛苦苦力推的主打座,竟然被他给闭下去了呀。 是可忍,输不可忍。 我得想点对策才行。你们也来帮忙。 诶?怎么这件事突然就跑到我们头上来了呀? 派萌,你刚刚还在说写这本书的人到底是谁,将来会不会威胁到大家的生命安全? 哎呀,难道到期人民的安危,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不重要吗? 咦?怎么回事?虽然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明显有哪里不对啊? 没有什么不对。总而言之,我们要向他开战了。我先回去做点准备。等下你们到八重堂门口和我碰面吧。 神子,我们来了!你说要想对策对付真实探灵笔记,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 嗯……猜猜看,提示,跟八重堂有关哦。 让我想想。嗯……好,我知道了。一定是以八重堂的名义,再加上神子你的影响力,告诉大家这本书上的咒语存在危险。 哇……没想到你一猜就……错了。 难道不该这么做吗? 真实探灵笔记是时下最流行的轻小说。我们这样做,不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咒语的真实性?我们苦口婆心,尊尊告诫,可结果却是更多的人出于好奇去尝试。这本书的销量也会继续上升啊。 那就真的糟糕了。嗯……如果把这本书收缴了呢? 唉……为了一本轻小说搞出这么大动静,就不谈耗费的人力物力,到期居民安宁的生活不是彻底被搅乱了吗? 但这样的话,不就没办法了吗? 谁说没办法了?真实探灵笔记这本书我看了。出去记载的咒语,它的内容也很有趣。里面讲述了许多古老的怪谈,讲故事的手法也很老了。这就是它能流行起来的原因。如果最近的轻小说里只有它一只独秀,那恐怕我们很难遏制住它的传播。 没错,能够取代流行的只有新的流行。所以,就由我们来创作出下一本爆款轻小说吧。堂堂正正地在销量上击败对方,把民众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才是我的战斗方式。而且这样,也能最大程度地削弱真实探灵笔记带来的影响。 等到身子,写小说……我们…… 哼,写小说当然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但我可是八重堂的主编,我自有办法。我刚刚也说了,是我们。 团队创作这个词,你总听说过吧。 总之,最近一期征文活动还没有截止。你先去打听一下读者们的喜好,对目前的流行趋势有一个大致了解之后,再回来找我。 打听完消息之后,就到吴有庭来。我会把团队组好,等下就可以边吃边工作。 清小说想大卖,关键是插画得好看。什么时候放插画,插画的内容是什么,找哪个画师来画,这可都是大有讲究。插画画得好,可以掩盖许多问题。 反之,插画不好看,再好的故事也很难出彩。有句话叫,买插画送清小说,在我看来,所言非虚。 只可惜有名的画师大多排气已满,很难约到了。真实探灵笔记这本书的插画就很厉害,但我之前还从来没见过类似的画风。 好,我很早以前就喜欢清小说了,主要是喜欢那些天马行空的幻想,新奇的设定与好玩的故事。 但眼下的作品越来越雷同,许多书我都不用看内容,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差不多的套路。 最近也只有真实探灵笔记能让人眼前一亮。不仅故事有意思,而且总觉得很多描写像真的一样。 我都怀疑作者是不是真的接触过那么多妖怪。 实不相瞒,我看清小说,图的就是一个爽字。 传统的故事都是主角慢慢成长,在离别与失去中逐渐变强,虽然好看,但节奏太慢了。 但现在流行的真实探灵笔记,却是主角开局就很强,这种看着才爽嘛。 书中的主角是个妖狐,不仅熟悉咒语秘法,甚至书画茶艺也样样精通。 原来清小说里还有这么多门的,我们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八重神子吧。 你们来了,先向你们介绍一下团队。 这两位你们认识,顺吉和阿茂。 阿茂是很有经验的编辑,与她搭档的作家顺吉,虽说最近在瓶颈期,但她以往的作品在年轻人中很有人气,有自己独特的门道。 好,聪美是我们八重堂的王牌。她的特长是使用多个笔名,创作风格迥异的故事。至于她的笔名,则是商业机密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创作小说,击败真实探灵笔记。怎么样,是不是放心了许多? 原来如此。那么接下来,就说说你们对读者的了解吧。 没错,设定心,节奏快,插画精,爆点多。能做到这几条,小说的销量才有保证。 更重要的是,虽然是轻小说,但也要注意作品传递的真实感。 虽然明白了一些道理,不过我们到底要写点什么呢?比如设定要新,但怎么才能想到新鲜的设定呢? 在理解这句话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受众。比如真实探灵笔记,在我看来讲的都是妖狐熟悉的东西,但民众却觉得很新颖。 这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息差。小家伙,你作为旅行者,一定也知道许多到期的民众不了解的事情。 你司空见惯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新颖的设定。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可以从蒙德与黎月寻找一些灵感。 不过这样写的话,就和真实探灵笔记不是同一类的书了,这样没关系吗? 没关系。你们不必思考如何与真实探灵笔记竞争。 只要根据你的经历,提供有趣的想法就行。 只要内容本身有趣,这些专家们可以帮忙往里面加料。 好耶!那我们就开始想第一章的内容吧!你有什么想法吗? 听名字感觉是非常王道的故事呢! 让我看看,主角第一次到蒙德城,就遇见了正在搞破坏的飞龙? 主角在伙伴们的帮助下,顺利击败了飞龙,但龙却突然变成了美少女。 人类呀,与我一同携起手来,创建更好的未来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展开!而且这里面没有大冒险吧! 喂!这完全是欺诈吧! 嗯...满分十分的话,我的评价是...九分!意料之外的展开呢! 而且龙卒少女,听上去就是很受欢迎的角色!采用! 怎么这样? 挺不错的,小家伙!不仅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而且看来,你也读了不少青小说,很了解其中的门道嘛! 你们感觉怎么样?可以根据这个大纲写出有趣的故事吗? 我们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一不小心就会把设定搞复杂!这下刚好弥补了这个缺点! 那就好,第一章你的任务完成了,开始想第二章的故事吧! 咦,还要继续想啊! 读者们看书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好不容易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后续跟不上就前功尽弃了! 快,赶快开始第二章!没看见聪美还等着吗? 诶,你怎么了?感觉脸色不是很好看! 唉,还以为你能凭借新手的好运再撑一阵子呢?没想到也这么快就出现了! 什么出现了? 不知何时就会出现的一生之敌,会给作者带去生不如死的痛苦,甚至让人绝望到想把灵魂卖掉! 我有点理解了! 这时候就要吃点东西,好好放松一下心情! 老板,给我来一盘油豆腐,给他们俩来点闸串,大众可为的就行! 放心吧,会记在我的账上! 记账?等一下,神子,既然我们这么努力的创作小说,应该有稿费吧? 当然,参与创作的每个人都有啊! 好耶!你快加油!为了我们的稿费,开动大脑! 哦哦,你有灵感了是吗? 让我看看,来到黎月的主角,意外结识了无钱负账的青年! 后来才知,这位竟是赫赫有名的阎王帝君! 七星相助,千人护佑,广阔天地任我畅游! 嗯,这种算是大家说的爽吗? 嗯,我的评价是9.8分,听上去故事爽快,没有任何读点 而且关于那位帝君的传说有很多,民众想必也很好奇 至少在我看来是很有市场的,我投赞成票 好吧,希望钟离不要介意 好,这样聪明也可以去执笔了,八重大人,放心交给我吧 好,我来帮你 第三招,就来写一写道妻的故事吧 这招我来帮你,可以从眼兽令和反抗军中取材 你有什么好点子吗? 嗯,很符合你经历的故事呢,几乎没有太多改动 没关系,毕竟是发生在到期的事情 真是一些,反而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 不过里面关于我送你御守的情节,需要做一些修改 改成……神秘的狐狸小姐交给主角实现愿望的术法 主角靠着这个术法,击败雷电将军吧 哇,这是要和真实探灵笔记硬碰硬吗? 算是……主角念从咒语这段,到时候他们写完,我会来亲自填上 这样就可以了吗?真的可以赢过真实探灵笔记吗? 内容已经没问题了,但是还缺一点宣传 我来联系画师帮你们绘制插画,不会输给真实探灵笔记 另外书腰上的推荐语,可以让最近热度很高的西娜小姐来写 她是《闲事月刊》中《读者问答》栏目的专栏作者 很受到亲民中欢迎 大家创作这段时间,你可以歇一歇 顺便到八重堂预约一下西娜小姐的推荐 书完成后,我们在真文现场碰面吧 让我想想,狐狸小姐教授的术法 哼,有了 一定要写得神秘一点才行 不愿是惠灵香,手艺又紧张 嗯,伏笔这样,然后这样 这里可以和第一章的部分对照 反转也有了 哇,好专心的样子 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她了 快点 我们还剩下人啊 放心吧,这次故事的脉络很清晰 顺机能帮忙写出好东西来的 说起来 你们之前用真实太灵笔记的咒语许 没成功 第一天咒语太长 瞬即没背下来 第二天到了午夜 瞬即睡过头了 阿某先生 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件事的吗 西娜小姐一般不给别人写推荐 不过既然是公司大人交代下来的 我们就再去交涉一下 现在西娜小姐的热度越来越高 许多人也找到我们 希望进行一些合作 不过西娜小姐本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 认真回着读者的来信 其他活动能推就推 这或许也是粉丝们喜欢她的原因吧 说远了 总之有西娜小姐的推荐 前期就不缺话题度了 祝你们的青小说大卖 刷新我们八重堂的销售记录 我们会加油的 几位确定要提交这份作品吗 让我看看 书名是旅行者的奇妙冒险 作者笔名是千手斋 好怪的笔名 是神子齐的吧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 我已经逐渐了解了你的品位 哪里奇怪了 我们这么多人七手八脚才完成 这个笔名不是很形象吗 我们会抓紧印纸 在稻妻各地进行试点销售 三天后我会公布青小说的销量 怎么办 我有点紧张 真的没问题吗 没错 对自己的作品要有信心 才是青小说家该有的样子 那我就帮你们报上名了 请三天后再来看结果吧 感谢各位投稿 预祝各位青小说大卖 谢谢观看